我們在新加坡三八旺溫泉區 然後吃的正宗溫泉蛋 然後用70度的溫泉水 然後泡煮雞蛋30分鐘 真的很好吃耶 所以加鹽跟胡椒就好了 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我們現在回到捷運站 我們現在剛吃飽 我們等一下去下一個景點啦 這個景點很好玩喔很有趣 大家覺得新加坡有沒有地震 應該沒有地震對不對 大家也覺得新加坡沒有颱風 新加坡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 可是我們唸書的時候 唸地理還是地球科學 不是有說 就是如果有板塊擠壓的地方 會有溫泉嗎 可是新加坡進來有溫泉耶 不會吧 不會吧 會不會 不會吧 會不會 大概 大家好,我們現在在三八旺溫泉公園裡面 耶! 可是我想去洗 好,洗手 這邊是三八旺溫泉 這是他的歷史,還有一些樹 噢,盆冬 這是我平常看的盆冬 Ginja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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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棵是山竹 山竹长这个样子 山竹 还有芒果 莲雾 这边就是一个植物公园 什么叫Roseapple Roseapple 这棵树汽根好多喔 你看汽根超多的 有人在这边煮鸡蛋 这里是煮鸡蛋的地方 你有带鸡蛋来吗 有两棵 希望它不要破洞 这边是泡角的地方 好多人 这个盆子是怎么样 要去抢吗 这是泡角区 泡角区 大家有脸盆 脸盆要去哪里呢 泡角区 到了到了到了 就这里 大家还把石头放在肩膀上 好热 很热 有70度 60度 50度 45度 然后最下面是40度 我已经觉得好热了 所以他们下面这个泡的这个是40度 好吧我们来坐下来吧 是 早上看,你 Upwork. 快點!! 早上看! 你的手不給她吧! 我拍攝影師的... 我拍攝影師的... 好可愛喔... 檢查一下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靈日誌 我是Elsa Eva 我們今天來到新加坡的三八旺溫泉 我們今天準備很多東西喔 這是雞蛋 大家有沒有看到雞蛋 雞蛋我現在把它剪刀剪成這樣 它這樣子比較怪破掉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去煮雞蛋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準備一個不一樣的 大家一定不會知道 就是罐頭 就是味噌清一罐頭 所以等下用隔水加熱的方式也可以煮 這是在日本他們蠻常做的 可是在新加坡我們今天要試試看 看看可不可以用這邊的溫泉讓它隔水加熱 對 那就是 記完可可可樂之後續集 登登 可可樂又出現新口味啦 這是草莓口味喔 而且只有在全新加坡的Savie 11買得到 對 大家可以去喝喝看 我覺得還蠻像就是草莓果醬的 很好喝 那今天還有一個這個 登登 上一次我們說可可樂可樂 中國蘋果口味汽水 對 今天這個在超市現在買得到了 現在大家今天買是0.65 之前在China Town買這樣一瓶一塊錢 一樣 它跟mall數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確認過325mall 那我們今天還有帶零食來喔 登登 小泡芙 一枚小泡芙 有兩個口味 還有牛渣糖 登登 牛渣糖 不過今天好熱喔 我們現在在泡這個池子 它是40度C的池子 然後在上一層呢是50度 在上一層是60度 然後最燙的是70度 對 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池子70度 這邊是60度 然後那邊是50度 然後最後到這裡 我們現在泡的池子 這裡是40度 這邊這一個紅磚牆裡面的溫泉 是以前WOW TOUR的時候 日本大戰 然後日本軍進來新加坡的時候 然後來這裡面 挖的溫泉 它像裡面是這樣 整個封住 然後這樣裡面整個封住 然後這樣裡面整個封住 然後這樣整個封住的狀態下 整個封住 這邊這個景比較好 以前在日據時代 WOW 2的時候 這邊有挖一個景 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軍隊佔據新加坡這裡 然後挖個溫泉 因為日本本身有泡泉的習慣 泡溫泉的習慣 所以在這裡挖 然後這邊這裡 所有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邊一磚一碗都是 但是後面你看到蒲鏽鋼的部分 才是近幾年整修的時候 才把它用上去的 然後外面這個磁子啊 現在給大家看 外面這個磁子也是從這裡引出來的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有不同的溫度 對從最上面是70度60度50度 然後到中間是45 然後最外面40 這樣子不同的 然後你泡的方式是 你可以坐在裡面泡 或是咬出來放在水桶裡面這樣子泡 像這樣泡在水桶這樣泡 然後這裡有木桶的部分是園區提供給大家的 那就是大家輪流排隊用 然後這邊也會看到大家自己帶自己的臉盆過來 也是可以 如果沒有衛生習慣講求的話 也可以自己帶自己的水盆過來喔 然後這一區啊就是煮蛋區 煮雞蛋區 然後這裡就是70度 對70度的水下去煮的雞蛋 對這裡相當的燙喔 所以要小心 好香 這裡相當的燙喔 70度 這邊有人正在煮雞蛋 那雞蛋破掉了 這邊很多人在煮雞蛋 70度的水在煮雞蛋 然後這邊就是設計不同的 就是main water collection point 主要的水流區 對 然後有三種不同給大家方便 那如果你是用臉盆的話呢 就在1號位置 然後如果你是行動不便 坐輪椅的話是2號位 然後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話 你可以站在這個台子上 然後再上去拿水 是3號位 好我們現在要來煮蛋 我們今天自己準備了這個便當盒 對 然後裡面雞蛋呢 你外面買就要一盒蛋呢 然後你用剪刀從這一剪 然後這樣子帶 如果就是這樣子裝來 所以你到沿途裡坐公車 坐捷運 這樣子整個雞蛋都不會混 所以我們等一下 這個就要去那邊 用70度的水煮雞蛋 然後這個保鮮盒 本身可以賣120度 所以泡70度的溫泉水是OK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今天還準備罐頭 因為在日本呢 他們有的時候會用溫泉水來 隔水家樂煮罐頭 然後我今天準備這次 味噌青魚罐頭 很日式 然後我們用隔水家的方法來煮 鯨魚罐頭來吃吃看 好 我們現在要煮雞蛋 底下有一顆人在下面煮雞蛋 然後鯨魚罐頭 也給它泡一下 很燙耶 很燙耶 輕易鯨魚罐頭 好,我們現在給它裝起來 好,我們現在給它裝起來 好,我們剛剛煮完蛋跟罐頭 對 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罐頭 我們的手 罐頭好燙喔 你看煮到這個皮都 撕掉了 對啊 都已經掉了 好,我們首先來試試看這個罐頭 這個罐頭現在摸了還很燙喔 超燙的 好,打開囉 我發現我不會開罐頭 我發現我不會開罐頭 好啦 它現在整個是溫溫的 是可以吃的 是可以吃的 這個是現在是可以吃的 吃一小口 它燒得好好吃喔 這是味噌青魚 超好吃的 欸,是好吃的耶 這味噌青魚 我們用隔水加熱 在70度的水 溫泉水底下 用30分鐘 好,我們現在要打開這個蛋 要打蛋喔 打蛋 打到這裡好了 熟了 拿去 好,現在是第二顆 熟了 熟了 好,我們現在要把蛋挖下來 這是我們平常在雅昆吃的那個蛋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平常我們在麥當勞吃早餐 然後有的那個 黑胡椒粉跟鹽 對 那我們現在要加 現在要加在裡面 鹽 加胡椒 整塊喔 整塊的青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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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熱的熟的 整塊魚都熟了 它沒有完全冷的部分 全部熟 接下來要吃這個 有看到嗎 這溫泉蛋 它就平常我們在雅昆吃的那種 水波蛋的味道 大家有看到嗎 溫泉蛋 然後我們是加賣到老的 鹽一包 點鹽一包 黑胡椒一包 你要胡椒多的還是胡椒少的 我叫少的 它蛋黃戳破這樣很漂亮耶 溫泉蛋正宗溫泉蛋 這樣吃一口 它鹽乾胡椒配的超大好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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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蛋黃的切面很漂亮喔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蛋黃的切面很漂亮喔 大家看這個 蛋黃的很切面 你吃 你吃的好開心 好好吃喔 吃完就差不多人越來越多了 好吃 好吃很Q 正宗溫泉蛋 給大家看一下蛋的很切面 很漂亮喔 天然的喔 甚至加鹽跟黑胡椒就很好吃 甚至加鹽跟黑胡椒就很好吃 沒錯 也是省錢的一餐 泡了30分鐘難得的一餐 這一餐好難喔 嗯 現在打開罐頭 味噌罐頭 是不是很難開 還是中暑了現在開不前 喔聰明喔 槓桿原理 來高中物理學用到了 來 來先嘗一口湯 你要在你嘴巴嘗嗎 拿起來在嘴巴嘗 應該不會很燙 味噌清雨 來第一口口感 好棒喔 這樣有溫泉味嗎 沒有 因為隔著罐頭沒有溫泉味 沒有 可是罐頭的味道 嗯 表現得淋淋淨淨 嗯 欸它整個魚全熟耶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好吃到我說不知道 會真的味道全部融入在魚裡面 嗯 如果之後還會再來 你會帶什麼罐頭來這邊泡 鮪魚 鮪魚罐頭 所以是 然後我們再帶雞蛋 再帶雞蛋 鮪魚蛋沙拉 鮪魚蛋沙拉 這樣還要包吐司耶 如果要問我下次如果還會再來 會帶什麼罐頭喔 嗯 我會帶玉米罐頭來 因為問問玉米 然後如果再加奶油的話 然後這樣還不錯 對 玉米加鮪魚也不錯 然後玉米再加奶油也不錯 這樣來溫泉區煮罐頭 對 欸好像只有我們一個欸 大家都是帶 就是鮪魚蛋 我看有人帶小顆的鮪魚蛋 然後還有帶普通大的那種雞蛋 700克的雞蛋 對 然後這邊 今天整個園區 只有我們帶罐頭來 全部都吃完嗎 可以算一下嗎 我把這塊我剛咬的吃完 他們還自己帶水果來 葡萄 葡萄洋芋片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 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